生活里往往就是说 就是你走到生活之中 婚姻之中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 好像离你很近的人缺点什么 其实就是说有离你近来的时候 你反而可能越发现他 要求高 对要求高 就是你们真正走近的时候 你才发现他身上的各种情况 更真实甚至于缺点优点 就是你恋爱的时候 把他优点一定是夸大了 在你的想象中一定是最美好的 等你走得很近的时候 你忽然发现 好像他没那么高大 或者是不是自己想象的 就是人有时候会一样 自己勾到的东西 这可能就是人 其实会有一种天性在里面 那我可以总结为真爱和真爱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样的 真爱真爱 就是说其实每段经历 也都是真爱 但是毕竟 就是年轻人谈立场恋爱 他是需要一种 就大胆之爱好了 但是不一定你的婚姻 只有一次就完全 百分之百选的是对的 但是婚姻本身出现问题的时候 也还是有错的地方 我们怎么去 包括这篇大家去看 给自己点警示 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完善自己的婚姻 因为我认为真正你离开了之后 你重新选择的时候 你忽然发现 它又是一个新问题出现了 就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 对对对 因此就是说 他俩性格完全不同 他俩处的位置也不同 他俩的感受 每一次表现出来也不同 就是其实生活率 可能就是这么两大类型和不同的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 他要面对两个不同的方式 所以其实这个片子 就是思开给大家看 现实是这样的 不要逃避